好 介紹一個 三星監獄對面的農舍 自售 總價是一千五百八十萬 我先帶大家看一下 那個新農舍的裡面的樣子 然後這個農舍蓋好六年了 沒有人住過 目前 我有在整理當中 因為我要申請 申請民宿 他這邊沒有增見 那民宿的程序還在跑 不知道到底結果如何 這邊地坪 他的地坪是一百四十二坪 所以你看到後面這整塊空地 都還是我們的 一直到香蕉樹那邊 那總共有三套衛浴 一樓有一套在這邊 那他的衛浴 每一層 都不一樣 那這一層是用樓梯間 所以他的領域部分 天花板比較窄 我們就下往二樓看 這是沒有增見 樓梯就留得非常的寬敞 所以要搬家具很容易 沒在卡住 尤其是搬很大件的堂王床 床 都可以進得來 然後這是二樓 二樓部分就是這樣子 這種加大雙人床 可以放三張 我們量過了 然後這邊是另外一套衛浴 燈還沒有裝好 這是二樓 二樓的部分 我們現在是三樓 三樓的 其實二樓跟三樓的格局是一樣的 只是插在他的衛浴 造型不一樣 這是三樓 然後二樓 三樓的衛浴 是有專利的 就是他的瓷瓷是有專利的 這個 Tino這一塊有很多錢 阿翁也知道幾個錢 我興趣要介紹 去搜尋一下 這是有專利的 好 這很可愛 好 我們現在去 頂樓 就是我們有流了 往頂樓的樓梯 那頂樓做什麼用呢 頂樓這邊有 就是裝電熱水器的管線都在這裡 就是一樓 二樓 三樓 你就可以放電熱水器 就在這個地方 然後看出去就是 這樣的風景 視野非常好 這好像是最高的 是這一間 然後我們看到對面 現在有車子進去 然後有掛國鞋的那間就是監獄 我們正在監獄對面 我們在大馬路旁 好 剛剛看到的那塊 地就在這邊 好 這裡 好 這塊就是我們的地 好 現在 好 這樣就介紹 介紹完成 三星監獄對面的農舍 地坪142坪 劍坪有42坪 沒有針劍 目前為止沒有針劍 那 很多管線都有預留 那言下之意大家都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然後有興趣的人 有興趣的人就恰我 感謝您的觀賞 請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謝謝大家的支持哦 謝謝大家的支持哦 谢谢大家